接后续 凭什么的那么多人喜欢 他女儿的阅哥 才是一王府的长子呢 再说了 不过是几个大臣 其实也没什么 咱们阅哥 等以后可是一王府的世子 他才是王府这儿巴京的继承人呢 女孩子就算再得宠又怎么样 长大了还不是要嫁人 刘婉瑶嘴唇紧紧的咬着 双目死死的盯着外面 看着那些以往高高在上的大臣 一脸谄媚的讨好袁宝宝 他恨不得上前抓住他们的明白 这些老东西 平时见到王爷 都没给这么好的脸色过 自己在他们面前 说话人家连摆都不摆一下 这是该死 他们还真是 二夫人在看到他们准备的金子 做的小动物的时候 彻底震惊了 这像是那些人身份应该做的事吗 一个个可都是一品大员 朝廷的公骨之臣 脸呢还要不要了 这若是让外面的几个大人听到 肯定会不屑地配他一脸 去特妈的脸 我们要的命 小郡主第一天上朝 礼部尚书媳妇儿子孙子 都不是自己的 第二天上朝 六香九族被灭了干净 大臣被撸下去了十几个 这要继续再去 不知道以后早朝还有人吗 在脸和命之间 傻子都知道该杂选 瑶瑶 二夫人一脸担忧地看着自家女儿 刘婉瑶眼睛都快冲血了 可他连句话都不敢说 原本就发烧的身体更加滚烫 可他心里却是彻骨地发寒 瑶瑶 他们只是暂时被迷惑 二夫人只能这么说了 娘 你说月哥若是个女孩 是不是这些都是月哥的了 刘婉瑶的声音轻轻的 二夫人听了 心里却是颤抖了一下 女儿的语气怎么怪怪的 瑶瑶 这月哥已经是男孩了 你要好好地养好身体 尽快再怀上一个 说不定下一个就是女儿了 刘婉瑶冷冷的一勾唇 再怀一个 来得及吗 现在一王都不来他这边 他想见他一面 比登天还难 再说了 有个秘密 他一直埋在心里 不敢说出来 王爷 小郡主天真烂漫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早起对小郡主的身体来说不好 左相见小郡主挺开心的 就是这开口 就是啊 王爷 小郡主应该多睡觉 开开心心的就好 立不上书也开口了 小郡主虽然只上两天早朝 可 呼唤力太大了 他们担心小郡主在想什么事 莫说是他们头上乌纱帽了 就是小命 恐怕也不保了 他们都当了一辈子的官 谁也不敢说 自己就是完全清白的 被小郡主抖出来 一查一个妆 这 哈哈 原来他们怕我呀 这是在贿赂我吗 茵茵 我有这么厉害 小丫头的眼睛 咕噜噜地转了转 其实书中的剧情 他记得不多 而看像什么的 他太小了 也不敢乱用 算一次 他都要昏睡好久呢 看情况吧 立王看他们忧心忡忡的样子 他也不敢答应 毕竟皇上要把人抱过去 他也不能阻止是不是 王爷 老夫记得王妃的娘家人 都在徜徉 现在京城这边 天气都有点冷了 要不然让王妃和小郡主 去徜徉玩玩 立不上书知道皇上的性子 急忙提了一个建议 那边漂亮的玩具更多 金银首饰比京城的都要精致 袁宝宝听到后面一句 眼睛都发光 好东西 他的 他要 看看吧 我要去徜徉 额要买好多好多好东西 小丫头是彻底心动了 一王无奈地服额 袁宝宝肯定不能贸然过去 先经过皇上的同意再说 他还要找皇上商量一下 皇上很忙 又香的是 彻底处理完 可不是三两天能完事的 他都没空抱袁宝宝了 听到小丫头想出去玩 他挥挥手 等忙完了 再把小丫头接回来就好了 徜徉这边的气候温润 温度适宜 在家里 袁宝宝都穿着小马甲 来着只要穿一身单衣就够了 街道上热闹得很 买卖吆喝声不断 柳如烟再次回来 激动得热泪盈眶 自从自己嫁人之后 刘婉瑶也和一王勾搭上了 他娘亲背弃得一并不起 跌跌心疼娘亲 干脆辞官来这里定居 柳如烟已经快两年 没见到爹娘了 柳烟 你可终于来了 看到女儿过来 柳夫人激动得哭了起来 柳如烟也是一样 她哽咽着 怀中的袁宝宝 感觉到身边人的伤心 终于睁她了眼 估计是年龄太小的缘故 在车上她一直都在犯困 迷迷糊糊的 一点精神也没有 咦 这就是我外祖母吗 好漂亮 原来娘亲是继承了外祖母的美貌 哈哈 估计我长大了也很好看 柳如烟神色一正 脑中小孩子说话的声音 让她面色微变 这是外祖母 难道是柳如烟怀中的小丫头 她这是听到什么 只可惜外祖母的气色是真不好 哎 看面相活不了三个月了 柳如烟心里咯噔一下 刚刚见面的时候 她感觉到娘比之前销瘦了不少 她没想到 娘亲的身体这么差了 没三个月可活 这怎么可以 可惜我太小了 不能练药 要不然还能帮外祖母续命几年 元宝宝心里感叹 柳如烟心中却是一喜 女儿这么说 是不是娘的身体 还有一线生机 柳夫人都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耳边听到的话 让她心里更加震惊 她的身体自己清楚 前几天大夫过来诊脉 的确说过这样的话 当时她难受万分 却没敢和几个孩子说 而眼前这个小丫头 还是奶娃娃呢 居然一眼就看出来了 可惜我不会说话 要不然 我可以给外祖母开个方子 调理一下 她也能多活几年 柳如烟心里更激动了 她焦急地等着女儿开方子 只可惜 元宝宝不乱想了 打个哈欠 困了 睡觉觉 柳如烟 你倒是想完了再睡呀 柳夫人 小外孙女好厉害 她还是第一次遇到 这么荒诞的事呢 能听到小外孙的心声 小丫头还知道未来的事 这事说出去谁信呢 无害瞎眼 接原文33章 凭什么得那么多人喜欢 她女儿的月歌 才是一王府的长子呢 再说了 不过是几个大臣 其实也没什么 咱们月歌 等以后可是一王府的世子 她才是王府这儿 大惊的继承人呢 女孩子就算再得宠又怎么样 长大还不是要嫁人 刘婉瑶嘴唇紧紧的咬着 双目死死的钉在外面 看着那些以往高高在上的大臣 一脸谄媚的讨好袁宝宝 她恨不得上前抓住他们问了明白 这些老东西 平时见到王爷 都没给这么好的脸色过 自己在他们面前 说话人家连摆都不摆一下 这是该死 他们还真是 二夫人在看到他们准备的金子 做的小动物的时候 彻底震惊了 这像是那些人身份应该做的事吗 一个个可都是一品大猿 朝廷的公骨之臣 脸呢 还要不要了 这若是让外面的几个大人听到 肯定会不屑地配她一脸 却特妈的脸 我们要的命 小郡主第一天上朝 礼部尚书媳妇儿子孙子 都不是自己的 第二天上朝 六项九族被灭了干净 大臣被撸下去了十几个 这要继续再去 不知道以后早朝还有人吗 在脸和命之间 傻子都知道该杂选 瑶瑶 二夫人一脸担忧地看着自家女儿 刘婉瑶眼睛都快冲血了 可她连句话都不敢说 原本就发烧的身体更加滚烫 可她心里却是彻骨地发寒 瑶瑶 她们只是暂时被迷惑 二夫人只能这么说了 娘 你说月歌若是个女孩 是不是这些都是月歌的了 刘婉瑶的声音轻轻的 二夫人听了 心里却是颤抖了一下 女儿的语气怎么怪怪的 瑶瑶 这月歌已经是南海了 你要好好地养好身体 尽快再怀上一个 说不定下一个就是女儿了 刘婉瑶冷冷的一沟唇 再怀一个 来得及吗 现在一王都不来她这边 她想见她一面 比登天还难 再说了 有个秘密 她一直埋在心里 不敢说出来 王爷 小郡主天真烂漫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早起对小郡主的身体来说不好 左相见小郡主挺开心的 就是这开口 就是啊 王爷 小郡主应该多睡觉 开开心心的就好 立不上书也开口了 小郡主虽然只上了两天早朝 可 破坏力太大了 他们担心小郡主在想什么事 莫说是他们头上了乌纱帽了 就是小命 恐怕也不保了 他们都当了一辈子的官 谁也不敢说 自己就是完全清白的 被小郡主抖出来 一查一个转 这 哈哈 原来他们怕我呀 这是在贿赂我吗 音音 我有这么厉害 小丫头的眼睛咕噜噜地转了转 其实书中的剧情她记得不多 而看像什么的 她太小了 也不敢乱用 算一次 她都要昏睡好久呢 看情况吧 一王看他们忧心忡忡的样子 她也不敢答应 毕竟皇上要把人抱过去 她也不能阻止是不是 王爷 老夫记得王妃的娘家人都在徜徉 现在京城这边天气都有点冷了 要不然让王妃和小郡主去徜徉玩玩 立不上述知道皇上的性子 其忙提了一个建议 那边漂亮的玩具更多 金银首饰比京城的都要精致 袁宝宝听到后面一句 眼睛都发光 好东西 她的 她要 看看吧 我要去徜徉 要买好多好多好东西 小丫头是彻底心动了 一王无奈的服额 袁宝宝肯定不能贸然过去 先经过皇上的同意再说 她还要找皇上商量一下 皇上很忙 又香的是 彻底处理完 可不是三两天能完事的 她都没空抱袁宝宝了 听到小丫头想出去玩 她挥挥手 等忙完了 再把小丫头接回来就好了 长阳这边的气候温润 温度适宜 在家里袁宝宝都穿着小马甲 来着只要穿一身单衣就够了 街道上热闹得很 买卖吆喝声不断 柳如烟再次回来 激动的热泪盈眶 自从自己嫁人之后 柳婉宝也和翼王勾搭上了 她娘亲背弃得一并不起 跌跌心疼娘亲 干脆辞官来这里定居 柳如烟已经快两年 没见到爹娘了 柳如烟 你可终于来了 看到女儿过来 柳夫人激动地哭了起来 柳如烟也是一样 她哽咽着 怀中的袁宝宝 感觉到身边人的伤心 终于睁开了眼 估计是年龄太小的缘故 在车上她一直都在犯困 迷迷糊糊糊的 一点精神也没有 咦 这就是我外祖母嘛 好漂亮 原来娘亲是继承了 外祖母的美貌 哈哈 估计我长大了也很好看 柳夫人神色一正 脑中小孩子说话的声音 让她面色微变 这是 外祖母 难道是柳如烟怀中的小丫头 她这是听到什么 只可惜 外祖母的气色是真不好 哎 她面相活不了三个月了 柳如烟心里咯噔一下 刚刚见面的时候 她感觉到 娘比之前销售了不少 可 她没想到 娘亲的身体这么差了 没三个月可活 这怎么可以 可惜我太小了 不能练药 要不然 还能帮外祖母续命几年 袁宝宝心里感叹 柳如烟心中却是一喜 女儿这么说 是不是娘的身体 还有一线生机 柳夫人都震惊的说不出话来 耳边听到的话 让她心里更加震惊 她的身体自己清楚 前几天大夫过来诊外 的确说过这样的话 当时她难受万分 却没敢和几个孩子说 而眼前这个小丫头 还是个奶娃娃呢 居然一眼就看出来了 可惜我不会说话 要不然 我可以给外祖母开个方子 调理一下 她也能多活几年 柳如烟心里更激动了 她焦急地等着女儿开方子 只可惜 袁宝宝不乱想了 打个哈欠 困了 睡觉觉 柳如烟 你倒是想完了再睡呀 柳夫人 小外孙女好厉害 她还是第一次遇到 这么荒诞的事呢 能听到小外孙的心声 小丫头还知道未来的事 这事说出去谁信呢 把两人带回院子里 房间早就准备好了 一个单独的院子 里面还有个小池塘 娘 这还养缘了 柳如烟惊喜万分 她发现这些鱼有点熟悉 这是咱们家的 其中有一条五彩尾巴的鱼儿 额头上有一个圆点 就像是宝石一样 还没出嫁的时候 柳如烟最喜欢逗这一条了 知道你舍不得 就一起带过来了 哎 你也知道 你二伯娘就不是一个好相遇的 这毕竟是你以前 最喜欢的几条鱼 不继续留在那边 娘担心他们不会善待 柳夫人叹了口气 她家老爷是老大 自小就被教育的让人老二 谁能想到 柳婉瑶居然做出那种事来 他们可是堂姐妹 抢了堂姐的男人 这事说出去 她都觉得丢脸 柳如烟的面色已变 这月儿若是留下 莫说是善待了 估计二伯娘家会直接给杀吃肉 娘 我好喜欢 柳如烟小心的把圆宝宝放下 看到小家伙睡得很熟 她嘱咐了绿罗 让她看好孩子 就跟着柳夫人出来了 柳夫人拉着她到了寝室 让下人都下去 关好门后 才小心一一动问道 如烟 你可听到过什么声音 柳如烟心里一惊 难道她娘也听到了 娘 你也听到宝宝的 柳如烟没说明白 柳夫人点点头 这也太神奇了 我还以为自己换听了呢 柳如烟叹道 不光是你 皇上 王爷 还有那些一品的大臣 都能听到 她一直都憋在心里没说 但她却小心观察着 知道能听到女儿心声的人越多 柳如烟心里就越是不安 女儿太特殊了 也就皇上喜欢她 宠爱她 要不然 单凭自己根本就护不住她 这 柳夫人震惊的瞪大眼睛 她抬起手 捂着嘴巴 这 如烟 小孩子的心思比较跳脱 你说 这万一说什么大不敬的话 震惊过后 柳夫人更多的却是后怕 娘 你也不要担心 皇上的宝宝真的很好 连封地都给她了 女儿现在最担心的是 你的身体 娘 你可有找大夫看过 他们怎么说的 要不 你还是跟我回京吧 我去求求王爷 让他请太医院的太医帮你看看 柳如烟担忧万分 当知道自己的亲娘 就只有三个月日子 可活的时候 她心里能不担心吗 不过两年不见 娘亲比之前却苍老了太多了 头发都快全摆了 因为太瘦 脸上皱纹很多 看起来像是七十多岁的老妇 如烟 娘的年龄大了 生老病死 本来就是很正常的 你不要担心 娘也看开了 要娘最担心的就是你 现在知道你过得不错 娘就是死了也放心了 柳夫人笑容慈祥 宝宝是个好孩子 她就是过来报恩的 你放心好了 柳如烟鼻子一酸 娘说的这话 给她一种感觉 像是在交代后世一样 可 娘亲的年龄并不大 还不到五十岁呢 娘 宝宝一定有办法的 你放心好了 柳如烟暗自思量 他们能听到袁宝宝新生的事 肯定不能说的 可要怎么引导她想的 顺其自然就好 柳夫人倒是想得开 她和蔼的笑着 与她来说 只要女儿过得好 比什么都强 袁宝宝是被恶行的 看到外面已经黑了 她摸着小肚子 哼了两声 还真是个小懒虫 柳如烟上前 刮了刮袁宝宝的小鼻子 袁宝宝被逗得咯咯咯地笑着 现在吃饭 一会还能睡得着吗 已经发射过 见乃无数次的袁宝宝 再次抱起了自己的粮仓 阴阴 她真的不想吃啊 哎 宝宝 娘亲也没想到 你外祖母瘦了这么多 你说是不是这里的大夫医术不行 要不然咱们把你外祖母 接到京城 让太医帮她看看 柳如烟壮丝无意地嘟囊 袁宝宝的眼睛转了转 暗自想着 外祖母这身体一看就是气血不足 要对症下药啊 没看过药方 我也不知道大夫水平咋样 先补好了气血 保持好心情 再活个三两年是没问题的 袁宝宝只恨自己不能开口 急死宝宝了 等宝宝大一点 亲自帮外祖母调理 外祖母肯定能长命百岁搭 柳如烟心里惊喜 知道母亲的身体还有救 她心情大好 只要母亲不会出事就行 宝宝 一会你先休息 明天娘带你去看外祖母 多陪陪外祖母好不好 袁宝宝生了身小脚丫 表示自己愿意了 李大夫 我夫人这药都吃了几个月了 可她这气色怎么越来越差 刘老爷瞪着大夫 差点就要大骂她这佣医了 老爷 这老夫开的都是补血的好药 通常这些见效都是极快的 只是不知为何到了柳夫人 这就不管用了 而且据老夫的诊断 柳夫人的气血越补越亏 老夫也不知为何这样 要不然先停一段时间的药试试 刘老爷怒道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叫停一段时间 我夫人身体都这么弱了 你居然要给他停药 柳如烟进来的时候 正好听到老爹发怒 他急忙抱着孩子进来 语气温和 爹 你不要生气 我相信娘不会有事的 见到柳如烟 刘老爷冷哼一声 你还好意思说 当初若不是因为你 你娘怎么可能 老爷 好了 柳夫人看到老头子又要发火 急忙劝道 你就少说两句吧 如烟大老远的过来一趟不容易 再说了 他也不是故意的 出了那事 最难受的人就是他了 这是我外祖父嘛 果然是个暴脾气 怪不得 可惜最后死得好惨 被人堵在小巷子里 暴打一顿 打断了手脚 最后活活疼死的 疼了四五天呢 刘老爷经历了一个 猎起脚下不稳 直接跪到地上 不过他还是养个脑袋 目光直直地看向袁宝宝 昨晚他回来的比较晚 老伴已经和他说了 外孙女的特别 当时他有点期待 他也想听听小丫头的心声 可结果 听到后 心里更纠结了 没想到小丫头 给他的第一个评价 是暴脾气 然后就是他惨死 被人打了一顿 手脚都断了 然后疼了四五天 想想刘老爷都觉得虎去一阵 脊背一凉 也不知道是那个王八高子 对他这么残忍 这若是换作别人 他直接上前给人家一个大瓜子 臭不要脸的 胆子不小 居然敢诅咒我 可眼前这个 是他的小外孙女 一个连话都不会说小娃娃 想到媳妇的话 刘老爷在心里暗道 这小丫头还真不一般 看着白白嫩嫩的小团子 他很难把眼前这个 和他心生联系在一起 外祖父也太客气了 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下跪 这会不会折瘦啊 袁宝宝被刘老爷子做法惊呆了 他不忍继续看 转过小脑袋 装作没看到 不看 不看 不管谁下跪 啥也不看 柳如烟 低下头 现在装作没看到 还来得及吗 他爹这反应也太大了 淡定淡定 听到啥事都飙慌 不就是惨死吗 都说是上一辈子了 现在他们有了袁宝宝 绝对不会出事了 爹 柳如烟还想放下孩子 把他爹扶起来呢 刘老爷子却已经神色淡定的自己 爬起来了 拍了拍身上没有的灰尘 脸上又恢复了以往的严肃 刚刚掉了东西 这就是我的乖孙女吧 你看外祖父给你准备了什么 他说着手中多了个小金锁 黄灯灯的 橙色极好 做工也极为精致 哇 果然是我亲外公 金子 金子 看到小金锁 小丫头嘴角都流出口水了 伸出小爪子就要抓过来 刘老爷子神色淡定的上前 把小金锁挂到小丫头的脖子上 袁宝宝眼急手快 一把抓住 放到嘴边咬了咬 结果咬不动 个得牙花疼 是纯金的 老之前啊 外祖父还是很爱我打 第一次见面就给我金子 柳如烟下的急忙握住 把小金锁从小丫头嘴里抢救下来 宝宝 这个不能咬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这小丫头 平时手里的金子不少了 可还是爱金子 而且喜欢咬 你这牙都没长呢 你不怕咬的牙都长不出来了 宝宝喜欢就好 刘老爷子觉得自己做得很对 小外孙喜欢金子 以后多给他点小玩意儿 这一打岔 刚刚的尴尬也算是过去了 刘老夫人心里紧了一下 晚点多送点小丫头喜欢的金首饰 他这个外祖母也不能少了东西 外祖父对鹅这么好 他肯定会长命百岁的低 鹅不会让他出事 袁宝宝暗自挥了回小拳头 柳如烟听到这话 眼睛一亮 女儿说没事 肯定就不会有事 老爷 这药方还要开吗 看着表情怪异的刘老爷子 李大夫安安不解 不过刚刚刘老爷子的话 李大夫还有点生气 他都有点怀疑自己的医术了 在长阳这边 他的医术还是不错的 名声极好 可就是刘老夫人这病 治疗了这么长时间 却毫无起色 他都要自我怀疑了 开 刘老爷小心地掩饰下心里的震惊 他这还活得好好的 忽然知道自己的结局 心情还是很难以形容的 李大夫 能让我看看药方吗 柳如烟想到女儿的话 女儿看不了药方怕傻 他给读一遍就是了 万一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也能及时调整 李大夫一脸慈想 可以 他说着 还把刚刚开好的药方递了过去 柳如烟拿过去看了一眼 念道 人身十 白竹十二 白负零九 当归十一 穿胸十五 柳如烟也不太懂 他只是照着念 刘老爷心里胡疑 女儿读药方干嘛 他懂吗 柳夫人也好奇地看了过来 他不知道女儿这是要做什么 但他却聪明地没有打断 咦 这药方没问题呀 服用后 七血两亏肯定有所改善的 袁宝宝听完药方 小眉头都皱在一起 他没发现不对 难道府里有奸细 药方是对的 但熬得药不对 被人调换了 柳老爷心里更加震惊 原来女儿是读给小丫头听的 这小丫头居然还懂得看病 可她还不到四个月 刚当那药方的字 她都认识 但具体的作用 她还真不知道 要是能看她要扎就好了 袁宝宝心里想着 就听到柳如烟开口道 娘 女儿最近一段时间闲得没事 也看了点医书 女儿想看她要扎可以吗 柳夫人忙吩咐人把要扎拿来 袁宝宝暗自狐疑 大眼睛看着柳如烟 哎呦我去 我娘会医术吗 我总不知道 柳如烟听得有点脸红 她刚刚想不到别的借口 随口乱说的 要扎拿过来 柳如烟抱着孩子过去检查 要扎也对 袁宝宝更加震惊了 都没问题 可外祖母是怎么回事 要是能亲自帮外祖母 准卖看看就好了 她现在也弄不明白了 柳如烟也跟着皱眉 李大夫 你看着要扎一样吗 好 李大夫今天格外好说话 柳如烟把袁宝宝塞到 柳夫人的怀里 笑容温婉 娘 你还没抱过宝宝呢 宝宝可喜欢外祖母了 袁宝宝愣神的功夫 人已经换了怀抱 不过 小爪子终于落到 柳夫人的手腕上 眼睛滴溜溜的转了转 心里更怀疑了 好奇怪 卖相没错 这一下 几个人也都震惊了 小丫头居然会诊卖 药方没错 熬的药材也对 可 病情就是没好转 换个房间 被褥什么的 全都换一遍 袁宝宝忽然想到什么 两只眼睛死死的盯在被褥上 他想起前是一个恶毒的害人法子 吸血虫 这辈子里肯定有吸血虫 袁宝宝也是刚刚想到的 既然所有的一切都没错 那肯定是房间里有问题了 想让一个人气血两亏 最隐秘的方法就是吸血虫 而这东西一般晚上行动 喜欢在阴暗处活动 把它们放入被褥里 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害死一个人 怪不得外祖母的气色不好 一副快死的憔悴痒 如果被褥里面有吸血虫 那一切都解释得清楚了 吸血虫是一种类似水质的东西 一开始个头不大 喜欢吸尸血液 随着时间的增长 它们的食量也越来越惊人 如果被子里有这玩意儿 外祖母吃再多的补药 都没办法补过来 柳如烟也是惊呆了 他双目不敢相信的 看着那云雾消富贵牡丹绣锦被 柳家的条件不错 吃的用的都是极好 可这价值千斤的被子里面 居然有 想到那软乎乎的东西 柳如烟也是一阵恶寒 可他此时还不能表现出来 抬眼看到神情呆滞的爹娘 柳如烟急忙拉住老夫人的手撒娇道 娘 咱们都这么长时间临见面了 女儿都想你了 昨晚宝宝还在闹着想找你呢 你就辛苦陪我们几天呗 柳如烟的话 让两人都回过神来 柳老爷神色复杂 柳老夫人面色苍白 他也没想到 一直不见好的根源居然在这里 好了 你就过去陪着如烟吧 柳老爷反应的还是比较快的 柳老夫人点头答应 知道这紧背的猫腻 他也不敢继续睡了 绿罗 绿翼 两个丫头急忙上前帮忙 柳如烟也把孩子接了过来 小丫头原本还一脸的不安 听到外婆要跟着一起走 终于安静了下来 外总母过去待几天 气色恢复一点 他们会不会发觉啊 哎 大人好笨啊 这么长时间都没一个怀疑的嘛 柳老爷 他怎么可能想到这事了 柳老夫人 他以为自己快死了 是得什么绝症呢 结果居然是有人恶意未知 柳如烟带着柳老夫人走后 柳老爷的面色一沉 把房里的丫头都遣了出去 又把李大夫喊来 老爷 看到房里没老夫人的影子 李大夫还一脸的猛逼 李大夫 你可听说过吸血虫 柳老爷面色不善 声音冰冷 李大夫面色一变 老爷 你从哪听说的 看着柳老爷神色更冷 李大夫急忙说道 这个吸血虫很少见的 这东西太过邪恶 繁殖却不容易 而且 伤害性极强 一般发现了都会毁掉的 吸血虫喜欢阴暗潮湿的地方 一般吸动物的血 但它们更喜欢的是人血 吸人血长得最快 繁殖也相对容易 难道 想到柳夫人的情况 李大夫面色一正 老爷 你是说 李大夫看向不远处的被褥 难道这里有吸血虫 麻烦你了 柳老爷声音冰猛 李大夫都颤抖了一下 不过他还是过去 小心地拿出剪刀 把被子拆开 在地上抖了几下 一开始并没有东西落下 李大夫冷笑道 这东西最是怕火 估计用火烧就会跑出来 被褥燃烧 火焰鲜亮 不一会的功夫 三只肥肚肚肚的虫子就爬了出来 看着他们鼓鼓当当的肚子 柳老爷面色大变 李大夫也是面色黑沉 三只 不可能 他想起柳老夫人的情况 这最起码也要遛之 有什么不可能的 柳如烟赶回来了 看着吃得肥多多的虫子 冷笑一声 一开始六七只 后来被人取走了一半 毕竟人家的目的 就想让我娘 神不知鬼不觉地死去 而不是被人害死 李大夫 我娘说 上次你诊断她 还有三个月的命可活 若是有这三只在 我娘能活三个月吗 李大夫摇摇头 不能 最多一个月 若是中途拿走呢 柳如烟心里发冷 再过十天拿走 老夫人的身子已经被毁了 能坚持到三个月也不一定 还真是好狠毒的心 柳老爷狠狠地攥起拳头 我们都躲来徜徉了 到底是谁 柳如烟神色黯然 其实他也想知道 到底是谁这么狠心 会对一个老夫人动手 还真是 李大夫沉默着 他知道这个时候 自己最好什么都别说 这房间的东西都丢了吧 柳老爷深深看了房间一眼 他还要去查 是谁动的手脚 能接触到被入的人有限 但查起来也没那么容易 柳如烟回去的时候 心情有点沉重 他心里有个想法 可又觉得不可能 他不知道那些人这么做 有什么企图 毕竟娘死了 对他们也没好处 爹娘连祖宅都不要了 对他们还有什么妨碍呢 为何那些人还不放过爹娘 现在是娘 那下一个动手的对象 是不是就是他爹爹了 回到住处的时候 袁宝宝早就睡了过去 毕竟是个小娃娃 精神有限 白嘟嘟的小脸 眼睛轻轻的闭着 长长的睫毛 就像是两个小扇子 又翘又可爱 两只小手束在耳朵边 嘴里不时的还吐出一个小泡泡 可爱极了 柳老夫人也在闭着眼休息 听到动静 他急忙睁开眼睛 如烟啊 怎么样了 他虽然没过去 可心里还是很记挂的 知道自己要十无一 最近他已经很平静地接受了 可忽然知道 他这病是有人算计 他的心情就很不爽 但他也不知道 是谁在对他动手的 找到了 有三只 李大夫说以前估计更多 娘 经过这么多事 女儿也明白了 这人就不能心软 太过好说话只会被人欺负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齐 这道理他终于明白了 柳如烟并没有说王府的事 爹娘年龄大了 他害怕说了 他们会生气 不过 二叔一家 简直就不是人 娘 如果 我是说以后 万一我和刘婉瑶 闹到不死不休的地步 你会站在女儿这边吗 其实 爹爹是个很重亲情的人 即便刘婉瑶做出那样的事 可爹爹依然没把二叔家怎么样 他只是词官离开京城 傻闺女 你才是我的亲女儿 不管在什么时候 娘肯定都是站在你这边的 你爹也一样 他虽然顾念着兄弟情 但他知道谁更重要 如烟 你要记住 不管在什么时候 爹娘都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你永远都不说自己一个人 若早知道会发生后面的事 当初他们就算是抗制 也不可能同意 女儿嫁给翼王那个混蛋 柳老夫人魔光温柔 他抬起手 抚摸着女儿漆黑的头发 神色了然 柳如烟又为难你了 柳如烟急忙摇头 没 没有 怎么能没有呢 他的宝贝女儿 差点就生不出来了 翼王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为了那个孽障 居然想让他也早产 我们也于是无补 他不想说出来 让爹娘担心 如烟 你二叔家 柳老夫人犹豫了一下 无奈看到 咱们已经没关系了 以后 就当没有这个亲戚了吧 柳如烟忽然想到什么 他面色一变 急忙起身 娘 我出去一趟 你这丫头 又要做什么去 柳老爷子刚刚进门 就听到女儿急急火火的声音 忍不住多说了一句 都多大的人了 还这么毛毛躁躁的 柳如烟看到爹爹来了 匆忙跑过去 一把拉住他的胳膊 爹爹 我找你有事 什么事 还不能让你娘知道 柳老爷子瞪了女儿一眼 柳如烟无奈一笑 看向熟睡的袁宝宝 他的话不是不能让他娘知道 只是担心几个人说话的时候 小家伙醒了 那出去说吧 柳老爷子知道女儿的顾虑 还是转身出去了 柳老夫人也跟着 几人到了隔壁的偏厅 爹 人抓到了吗 柳如烟还是不放心 这被录的东西 肯定不会是自己进去的 必须严查 嗯 我让人注意这点 还没动手 柳老爷子眼神一冷 若知道是谁做的 我定不轻饶 不过我还是很寒心 毕竟 他们都是我从京城带过来的人 那边带来的人 都是贴心 信任的 结果没想到 居然也会对盼自己 先里迢迢带过来 他也从未亏待过这些人 还真是一腔好意味的狗了 爹爹 你做的对 但最好还是人赃俱获 不过我今天 想和你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柳如烟面色一正 神色严肃 宝宝的事 不能和外人说 也不能让宝宝知道 他很聪明 万一被他知道了 以后不乱想就麻烦了 柳如烟也很无奈 这么多的大人 都想知道 一个吃奶的小孩子的想法 的确是挺夸张的 柳老爷子点点头 身以为然 刚刚喊你出来 就是想和你说说 我二叔家的事 柳如烟想到女儿说的 嘴角还是忍不住 狠狠抽了一下 柳老爷子大怒道 说他干嘛 咱们已经没关系了 他狠狠吐了口气 当初离开京城 就已经说明了他的态度 爹 我知道你的态度 但还不够 他可是怀孕 才进的翼王府 怀的孩子自然也是翼王的 难不成还是别人的 想到翼王曾经 为柳婉瑶做的事 柳老爷子忽然感觉 莫名的酸爽 是宝宝说的 上次宝宝说 这孩子不是翼王的 应该是大皇子的 什么 这下柳老爷子彻底惊呆了 一个猎气 身子亮枪了几下 差点就跌倒在地上 你说是谁的 这种皇家密室 是他一个小老百姓 能听到的事吗 可他该死的想听 是怎么回事 翼王的孩子 居然不他的 是大皇子的 这算什么 乱搞吗 你听我说完 柳如烟也是无奈 当时听到这消息的时候 他心里比老爷子还要震惊 后来宝宝说 也不是大皇子的 不过大皇子应该以为是他的 柳老爷子都有点不明白了 绕口的很 一开始宝宝说是大皇子的 不过见面之后发现不是 具体是谁的也不知道 这事 翼王知道 皇上也知道 我不知道他们为何还没处理 不过 你说 这若是处理 会如何 柳老爷子颤抖了一下 这 混淆皇室血脉 可是要砍头的 不 砍头怎么够 估计直接会被 朱九族 而他这边 和老两家可是亲戚 我明白了 这就处理 他和柳家的关系 虽然嘴上说了断绝 但并没有走到明面上 还要走一下官府的名诺 柳老夫人也是震惊了 过了许久 他才深深叹了口气 柳婉瑶的胆子也太大了 他就不怕 柳老夫人爱怜地看着自家的女儿 明明长得陈若燕 碧月羞花的 可翼王怎么就看上 刘婉瑶那个肮脏的玩意儿 如烟 你受苦了 想到女儿在翼王府 生不如死的日子 柳老夫人心疼万分 娘 女儿挺好的 有宝宝在 女儿很开心 至于男人 滚一边吧 他只要好好的守护好女儿就够了 翼王本来在看奏折 忽然打了两个喷嚏 刘全着急地问道 王爷 要不要多穿一件衣服 翼王白白手 刚刚也不知道为何 突然就觉得脊背发冷 最近朝廷事太多了 说是大换血都不围过 下来的那十几个位子 想要上去的人不知道多少 一个个的都快挣脱了脑袋 这时候 王妃他们应该早到了吧 翼王忽然开口 刘全急忙到 王爷 按理说 昨天应该就到了 翼王唇脚一勾 想到袁宝宝可爱的样子 还有柳如烟对自己不冷不热的模样 她的心情挺复杂的 柳侧妃 王爷还在忙呢 你不能进去 外面忽然传来说话声 不大 但有点过躁 翼王皱皱眉 不悦地看了外面一眼 我给王爷熬了汤 亲手熬制的 你还不快点进去通报一下 刘婉瑶身体恢复得挺快 早已经退烧了 虽然治病的法则 味道有点大 不过他连着泡了几天的花瓣枣 身上的异味早就没了 知道柳如烟那件人出去了 他心里大喜 还算得女人识趣 正巧他可以趁着这段时间 再次得到翼王的心 柳侧妃 王爷公务繁忙 谁也不见 守卫面无表情 翼王听到外面一直在说话 心里烦躁 眉心紧促 王爷 柳侧妃他 刘全犹豫不已 他小心地观察翼王的面色 以往王爷对柳侧妃是真的宠 他都能直接来书房 不带阻拦的那种 但现在 让他回去 翼王面色不悦 刘全心里一紧 看来王爷对柳侧妃真的变了 刘全急忙出去 刘婉瑶看到刘全 面色一喜 刘管家 我给王爷熬的汤 王爷现在有空吗 刘全向外走了几步 刘婉瑶急忙跟过去 这是我亲手熬的 我 刘婉瑶说着还露出了小手 原本白嫩的手上 还有两个水炮 他就是故意给刘管家看的 等他告诉王爷 王爷一定会心疼的 刘侧妃 你小声点 王爷心情不好 刘全提点道 最近朝廷的事多 皇上发了好大的火 六香的事闹很大 王爷也在帮忙处理烂摊子呢 刘婉瑶这两天也听说了 他心里恨恨 姐姐也太不懂事了 怎么能让孩子去早朝呢 就算是皇上喜欢小郡主 他也不应该 刘全的嘴角狠狠一抽 这可是皇上的意思 莫说是王妃了 就是王爷都阻止不了 刘婉瑶这眼要上的 有点过了 你先回去吧 王爷忙完了 过去看你的 刘婉瑶也知道 一王不喜欢胡搅蛮缠的人 他把石盒递给了刘全 那麻烦你了 刘管家递过去的时候 他还不忘塞了一张银票 这府里的关系 都是要靠打点的 刘全虽然是个农才 可他生的王爷信赖 多给他点银子没坏处 刘管家笑道 应该的 看着刘管家 拿着石盒进了书房 刘婉瑶的眸光中 闪过一丝的亮色 天马上就黑了 一王应该快些了 刘全回到房里 笑容满满 王爷 刘侧妃已经走了 这是他亲手熬的汤 您中午就没怎么吃东西 可要尝尝吗 说话间 他打开石盒 掀开盖子 一股浓郁的香味袭来 勾人食欲 一王头都没抬一下 不用 刘全愣了一下 还是提醒道 这是侧妃娘娘亲手熬制的 手上都烫起了好几个怕 一王抬头 锐利的眼神扫了刘全一眼 刘全吓得连忙低下头 王爷的眼神好恐怖 喂狗 刘全 刚刚打开的石盒 不得不重新盖上 那浓郁的香味也消失了 刘全还觉得有点可惜 这么香的汤居然要喂狗 他家王爷还真是够奢侈的 看来刘婉瑶这一番的苦肉计 是白来了 不过王爷都说了喂狗 他这边就不敢喂鸡 一王继续处理事情 外面太阳落山 天都黑了 一直在院子门口 等着刘婉瑶都快被冻僵了 结果发现一王还在书房 还没出来想记相 丘兰 王爷不会是自己离开了吧 还有别的院门吗 这要可是他娘被找来的 按说不会出错才对 夫人 没有的 丘兰也被冻了嘴唇发青 刘婉瑶色索了一下 想离开又怕错过了什么 可不走太冷了 他穿的衣衫本来就少 这怎么回事 刘婉瑶都不明白了 也在此时 一道身影积极地跑了进来 直接冲到了院子里 快点 有急事 刘婉瑶听到急事 他也忍不住竖起耳朵 刘婉走了出来 那人大声说道 几只猎犬都生病了 狂躁不安 见到什么东西都咬 狗舌都快翻天了 那几只猎犬可都是义王的爱犬 刘婉不敢耽误 刚要进去汇报呢 义王已经大步走了出来 怎么回事 义王边说边往外走去 刘婉瑶看到义王出来 急忙拉了一下衣衫 露出大片白皙的脖梗和大半个雪白 上前想要打个招呼 只可惜 义王的眸光连在他身上停下一下子都不曾 早已大步离开了 刘婉瑶刚刚的衣领白拉了 露出这一大片的雪白 可男人根本看都不看 王爷 属下也不知道 中午还好好的 刚刚忽然就开始暴动 属下也不敢靠近 已经去请大夫了 全社距离书房并不是很远 出门走了没几步 就能听到狗叫声 刘全眉头紧簇 他还是第一次听到他们这么暴躁呢 按说不会啊 难道猎犬真的生病了 那些人都走了 丘兰嘴唇都颤抖起来动的 他和娘娘等了那么长时间 可如今 刚刚柳册飞有多期待 那现在 他色缩了一下 紧闭着嘴等于 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走 咱们也过去看看 他倒是要看看 那些狗能有什么事 刘婉瑶也动得嘴唇微微发白 外面有点冷啊 而此时 狗舍里 几只通体有黑的猎犬 烦躁地叫着 看到什么都咬 和平时的状态完全不同 刘婉他们都很乖巧的 有陌生人过来 才会叫两声 但绝对不是这个叫法 翼王想要进去 看护猎犬的宋强 急忙阻止道 王爷 不可 他们现在已经失去了理智 不认人了 大夫 大夫来了 京城中给人看病的大夫不少 但给畜生看病的却不多 翼王府请来的这个 姓胡 就是京城里医术不错的一个 他并没有贸然进去 站在外面瞇着眼睛 观察着发疯的猎犬 眉心紧促 都给他们为了什么 胡大夫观察了一会 忽然问道 宋强急忙到 都是平时吃的 最近并没有更换食物 宋强说着 还让人把喂食的东西 拿了过来 让胡大夫检查 没有别的了 胡大夫一脸的不紧 没有 宋强摇头 忽然想到什么 眼带吃惊 不久前还给他们喂了点汤 还是王爷让人送来的 原本偷偷在外面观察的刘婉瑶 听到这话面色一变 丘兰更是吓得手脚都颤抖起来 夫人 现在 现在该咋办 走 快点 刘婉瑶吓得把腿就跑 他没想到 他亲手熬制的汤 居然被送给狗喝了 那可是他辛辛苦苦 熬了大半天的 为了熬汤 手里都烫出了几个血泡 可一王不但不喝 还味到狗肚子里了 刘婉瑶气得嘴唇都咬出血来 他的身体忍不住颤抖 脸色更是煞白煞白的 汤是他熬的不假 可关键是 那汤里 他加了 一王眉心一明 冷声问道 汤有问题 胡大夫叹息一声 这里面加了药 这几只猎犬 发情了 刘犬的腿一软 差点跌到地上 汤 这是刘婉瑶给王爷的汤 他亲手给端过去的 看看这些猎犬 发情后疯狂的样子 饶是刘犬都被惊出了 一头冷汗 幸好王爷没喝 要不然 后果他都不敢想了 不过 这柳次妃胆子真大 居然敢给王爷下药 他这是吃定了 王爷不会把他怎么着嘛 刘犬不安的看向一王 却见他眼神黑沉 拳头紧握 额头的青筋都鼓了起来 站在他身边 都感觉到浑身冷嗖嗖的 王爷怒了 后果 刘老夫人继续吃药 不过三天 整个人的气色就好了不少 那个丫头还想继续下毒 被抓了个人赃去货 刘老爷子虽然辞关了 可却不是个好脾气之人 人就跪在院子里 藤条鞭子落下 不一会的功夫 身上就皮开肉绽 血淋淋的 虽然距离比较远 可依然能听到丫头的喊叫声 袁宝宝两只眼睛瞪得大 大的 一直都在看外面 看着女儿着急的样子 柳如烟壮丝无意的说道 娘 那个杜鹃还真是该死 居然想出如此恶毒的法子害你 也不知道他从哪找来的吸血虫 他真是想神不知鬼不觉的杀了你呀 要不是凑巧的 你过来陪我和宝宝 那边的被褥正好拆洗 咱们都不知道呢 一压 好巧 学习虫被发现了吗 袁宝宝大眼睛滴溜溜的转着 小嘴巴吐了几个小泡泡 一只小手塞到嘴里 啃着小手手 一望柳如烟都纠正他 不让他吃手 可一时不查 小丫头就继续吃 发现好 那外祖母就不会只活三个月了 那丫头也是被人派来的 按着钱是算 我是八个月被新妓女给害的胎死腹中 娘悲痛欲绝 身体本来就不好 一往后来去震 在 刘宝宝趁机污蔑亲娘偷东西 打了板子 丢到柴房落下病根 这事传到外祖母这 一口气不来 足够床不起了 不久过世 一往回来 一直误会娘亲 月娘亲 刘宝瑶用这消息刺激娘亲 伤心欲绝之下 娘亲身体就更不好了 然后外公出事 袁宝宝梳理着书中的剧情 想得出神 不过 我没死 后面的剧情很多都不对了 这剧情也算是崩了吧 若那个丫头出事 传到京城 谁知道 他们会不会派别人过来 柳如烟一想 也是这个点 所以那个杜绝还不能死 他和刘老夫人对视了一眼 起身就要离开 我也要去 看热闹 看娘亲要出去 袁宝宝挣扎得更厉害了 柳如烟犹豫了一下 还是抱起了袁宝宝 走吧 带你出去 现场有点血腥 柳如烟还不忘遮住小丫头的眼睛 只可惜 他的想法不错 可袁宝宝却不害怕 小手用力挪开娘的大手 两只眼睛滴溜溜的看着 那个浑身都有血的小丫头 打得好 打得妙 叛徒该死 就该使劲打 柳如烟 说好的不能弄死 防止被惊诚的发觉呢 刘老爷子听到小外孙女这话 面色更冷 继续 往死里打 这个吃里爬外的东西该死 啪啪啪 藤条打在身上很疼 杜鹃疼得晕又晕了过去 一桶冷水 劈头盖脸的浇下来 人再次醒了 他死死的咬着牙 即便被打得死去活来的 也没开口求饶 看来还不够 换一个刑法 袁宝宝看那丫头死不开口的样子 直到继续打下去也没用 把指甲 扎针 灌辣椒水 柳如烟听得一头冷汗 他家小宝贝 从哪听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哎 不行 太血腥了 还是换一个温柔的吧 这院子向阳 种的东西不少 蚂蚁应该也有 给他身上浇上糖水或者蜂蜜 然后把蚂蜜引过来 柳如烟 你这法子能管用 听起来是很温柔 咽到此 他上前挥挥手 是一小厮停下来 去厨房拿点蜂蜜过来 绿罗听到这话 急忙去厨房 绿意 你看看这附近可有蚂蚁什么的 引过点来 袁宝宝两个眼睛都瞪大了 哎呀呀 而道远啊 绿罗回来得很快 蜂蜜水冲开 拖到杜鹃的身上 他依然紧咬着牙齿不支声 看来这丫头的骨头 的确是挺硬的 可蚂蚁被引过来之后 一盏茶都功夫不到 他的身体就疯狂地挣扎起来 就命 这也太难受了 蚂蚁咬在身上 到处都是痒痒痘痘的 疼他还能咬咬牙忍住 可以痒 心里都像是有蚂蚁爬过 这感觉太疼难受了 他恨不得找个水池 把这些该死的蚂蚁都弄下来 只可惜 现在他被绑着 半点也动不了 看着不久前 还一副宁死不去猎女样的杜鹃 忽然告扰 围观的众人都惊呆了 刘老爷子也很震惊 他没想到 小小的蜂蜜水 居然比藤条鞭子还管用 还是他家小外孙女厉害 手段虽然温和 但管用啊 说刘老爷神色冷然 其实他心里早已有了答案 只是想亲耳听到 求个痛快 是 噗 他的嘴里溢出鲜红的血 眼睛瞪得老大 而那些蚂蚁还在他身上盲目着 利剑袭来的瞬间 柳如烟身子一转 把袁宝宝抱在怀里 后背对着利剑射来的方向 不过那人并没有恋战 把杜鹃射死后 转身就跑 柳如烟眼神一冷 一道黑影悄无声息地跟了出去 愣着干嘛 还不快点去追 刘老爷子没想到 马上就要知道结果了 人却被杀了 还是在他眼皮底下 他气急败坏地喊着 柳娟一点也不害怕 小丫头心里默默地叹息 若让他开口 这幕后的黑手 肯定是新鸡女那边的人 害死外祖母 让我娘伤心 误会我爹 两人误会越深越好 她好上位 可他们从哪找这么厉害的人 估计是杀手吧 柳如烟也猜到了 可他不明白的是 他从未和刘婉瑶争过什么 若说对不起 也是他对不起自己 他为何处心积虑地要出掉他娘 以往娘对刘婉瑶很好的 有时候比对自己都好 回到房里后 柳老夫人听到消息 也很震惊 他们这小小的府邸 居然有堪比杀手的高手在 如烟 你觉得是谁干的 柳老爷子里里白胡子 脸都黑了 这手笔 不像是老二家的 柳二爷应该脑子没这么好使 他应该不会想到 用杀手来监督 一开始我以为是二叔家干的 可看到杀手 我知道这背后还有别人 柳如烟面色苍白 幸好刚刚那人的目标不是自己 要不然 那力剑袭来的力度 他知道 若是对着他和袁宝宝 他们娘俩根本就躲不开 大皇子啊 小丫头吐了吐舌头 这还用想吗 用脚趾头想都知道 柳如烟 他用脑子想 也想不到是大皇子啊 柳老爷子 他都不知 自己什么时候得罪过大皇子了 如烟 你说得很对 如果不是你二叔家做的 应该就是他背后的人 你说会是谁呢 柳老爷子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这话问得憋屈 心里有答案了 还要去试探 他觉得自己也是个傻叉 难道是和王爷有仇的人 大皇子吗 柳如烟这边说得极为自然 哎呀 果然还是我娘聪明 肯定是大皇子那大坏种 这人太恶心了 自己把刘宝宝的肚子搞大了 装作是我爹爹的 他这是想 袁宝宝想想都害怕 关键是 那瞎眼爹爹还相信了 简直不要太离谱 难道当时要弄死我 也是大皇子的主意 他只允许我瞎眼爹有一个孩子 袁宝宝想的心惊 这个坏东西 等等让皇爷爷砍了他脑袋 柳如烟也深以为然 一王真是个瞎子 居然喜欢刘宝宝那个当妇 王八蛋 明明知道刘宝宝给他戴了绿帽子 他都不处理 大皇子也太不是东西了 刘老爷子也是怒了 刘老夫人叹了口气 只可惜你已经辞官 就是想给他添毒也不行 主要是他们距离太远了 那个刺客还是没抓到 追出门就跑了没了影 幸好刘老夫人没事了 好好调养 三个月之内应该死不了 宝宝 快点看看这是什么 刘老夫人知道 袁宝宝喜欢金子做的东西 就让人专门找了一些 有意思的物件 都是金色的 各种动物 还有首饰 金光闪闪的 外祖母爱鹅 他们说的果然没错 这有好多好玩的东西啊 鹅都好喜欢 若能出去看看就好了 柳如烟听到女儿的祈求 当即决定带着女儿出去逛逛 掌掌见识 袁宝宝第一次逛街 两只大眼睛都忙不过来了 夫人 长阳这边果然热闹啊 绿罗开心的护在两人身边 其实她也不过是个十六七的小姑娘 也是喜欢完的年龄 柳如烟也笑道 是啊 她已经多久没这么轻松了 夫人 那边好多人啊 绿罗指着不远处 围着好几圈的人 诧异道 也不知道那边是在干什么的 看看 有热闹 袁宝宝也瞪大眼睛 远远的还能听到喝彩声音 难道是表演杂技的 袁宝宝眼睛更亮了 古代的杂技她 还是第一次见的 她连最喜欢的金子都不顾不得惦记了 走吧 临出门的时候 老夫人担心柳如烟的安全 就让坤叔跟着 这人有点武功 是柳家身手最好的人了 坤叔在前面开路 众人好不容易才钻到前面 也看到了被围在中间的圈子 是杂技表演 现在表演的是一只小猴子 猴子看起来就和两三岁的孩子差不多 会的技巧还不少 翻跟头 钻火圈 丢球球 甚至还会舞剑 看着小猴子有点滑稽的表情 众人都被逗得哈哈大笑 你看他多精明啊 而且他的手脚真的好巧 若不是穿着这一身的猴子皮 我还以为是个人呢 可不是 他还会比划手语 只可惜我看不懂 那个小男孩好可怜 估计也就四五岁吧 居然是一个小瘸子 和小猴子配合的 是一个不大的小男孩 估计是长期吃不饱饭的缘故 小男孩瘦弱的吓人 柳如烟看得不忍心 低声道 还真是不容易 这么小就成了瘸子 对呀 夫人 太可怜了 也不知道等他长大了该怎么办 绿罗也是一脸的不忍心 也在此时 小男孩拿着锣鼓过来了 很多人都把钱丢了过去 大部分都是文钱 偶尔的会有点碎银 给他点银子吧 柳如烟也是做娘的 看到小孩子这样 他心里也难受 绿罗急忙丢过去一块 小男孩的脸上有几道疤痕 不是很深 但瘦削的小脸上到处都是 孩子 你脸上这是 柳如烟看着都替他疼 心有不忍 男孩伸手指了指他的喉咙 嘴里压压的说着 众人也不知道他说的什么 哎呀 夫人多福 这是我家儿子小石头 他自小就是哑巴 不会说话的 刚刚多谢夫人的打赏 四十来岁的贪主走了过来 道拳道谢 柳如烟看了他一眼 并未多言 小石头 还不快点给夫人磕头致谢 小石头听到贪主的话 急忙跪下磕头 只可惜他一只脚受伤 这简单的下跪 对他来说都很艰难 算了吧 柳如烟心里不忍 阻止了一声 贪主却是抬起脚 对着小石头就踹了过去 还不快点 小石头本来就很瘦弱 这一脚下去 直接摔倒 在地上翻了两圈才停下 他也不敢爬起来 直接跪在地上 砰砰砰的开始磕头 用的力气不小 不几下 男孩子的脑袋上 已经见血了 那声音 众人听了都心有不忍 贪主脸上露出谄媚的笑容 夫人 我儿子不懂事 还请不要见怪 柳如烟看贪主这做派 有点反感 不会 说完 抱着孩子转身就走 一直到走出人群 柳如烟忽然觉得不对 他的女儿 刚刚似乎也太安静了 宝宝 好看吗 低头看向女儿 却见小丫头神色呆呆的 眼睛还看着 刚刚她们看热闹的地方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宝宝 柳如烟加大了一点力度 袁宝宝终于回过神来 嘴里吐出了两个小泡泡 还摇了摇胖嘟嘟的小手手 夫人 小主子说好看呢 绿罗笑着开口 她也发现了 刚刚小主子太安静了 这要是搁在平时 小郡主早就兴奋地 手舞足蹈了 是吗 有啥好看的 小猴子的气息不对 那个小男孩 也是怪怪的 袁宝宝皱着小眉头 刚刚看到那小男孩的时候 她总感觉有点怪异 明明是个陌生人 却似乎和自己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种迷迷糊糊不确定的感觉 那袁宝宝心里不踏实 她想要推演 可自从上次帮外祖母乔病之后 精神头不怎么好 刚刚要推演 头却刺痛得很 现在还有点难受呢 柳如烟听到女儿的声音 秀眉微醋 细细不对 怪怪的 她想起刚刚看过的表演 当时看着不可思议 但现在想想 那小猴子 这也太灵巧了吧 还有那个孩子 单独看很可怜 可贪主对孩子 一点也不像是父子 宝宝 咱们去看探首饰去 柳如烟不想管那些不相关的事 她的女儿喜欢金子 她们是来看金子的 果然 听到要看首饰 小丫头又开始兴奋了 金蝴蝶 金叶子 还有几件留金的发饰 袁宝宝看到都想抓 柳如烟都大气的帮她拿下 好了 多少钱 袁宝宝倒是想拿着玩玩 只可惜老娘不乐意 她看着掌柜的一脸恭敬的样子 一个有点荒诞的想法浮了上来 难道这是外祖家的店铺 柳如烟也是一正 爹娘来长阳之后 她第一次过来 并不知道家里有什么产业 大小节 这是府上的 坤叔笑着解释 柳如烟有点尴尬 进了自家的店铺却不自知 有点丢人呢 这就是姑姑生的那个小赔钱货 买完首饰 刚刚回到院子里 一个小男孩就跑了出来 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 看着刚进门的众人 柳如烟听到这话 面色一冷 刘景荣 你胡说什么呢 一个身姿窑窍的贵妇 急忙小跑了出来 一把拉住了孩子 她的脸上带着歉意的笑 如烟 景荣还小 她不懂事 你别和她一般见识 柳如烟冷笑一声 她是小 不懂事 这话也不是她自己想的吧 二嫂 柳如烟还有两个哥哥 眼前这个就是二嫂顾兮兮 以往她在京城也是挺有名气的 长相漂亮 家世也好 嫁到柳家本来也是门当户队 春风得意的 谁能想到刘老爷子忽然辞官 连带的两个儿子 也都跟着离开京城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就是柳如烟 过儿 这个二嫂对柳如烟的态度 一直都不好 景荣才五岁 用这些乱七八糟的话 教孩子就有点过分了 顾兮兮 你就是这么教孩子的 刘老夫人在屋里听到这话 也是怒了 拐杖重重地敲打着地面 怦怦怦地直响 顾兮兮吓得缩了缩了脖子 里面孩子也进屋了 如烟 都买了什么好东西 刘老夫人看到女儿进来 笑着打招呼 娘 柳如烟心情也不好 这刚进门呢 女儿就被人这么说 二嫂做事还真是 小孩子知道什么 她之所以这么说 还不是大人给惯的 顾兮兮的面色有点尴尬 她狠狠拧了儿子的耳朵一下 疼得刘景荣哇哇大叫 娘 疼啊 你还知道疼 嘴上没门 乱说什么呢 顾兮兮怒生质问道 我 我没有 刘景荣才五岁 她也觉得冤枉 明明以前就听娘说过好几次 可为啥她就不能说了 再说 他们好多一起玩的人 也都这么说的 女孩就是赔钱货 这是众人都知道的道理 可为啥到了她这里 就要挨揍呢 见到当着自己的面 二嫂就打孩子 柳如烟面色更难看 她转头 看向刘老夫人 娘 我们出去逛逛 本来想给宝宝买点小玩意儿 没想到逛到了咱们自己的铺子里 想想当时 还有点好笑呢 刘老夫人最近身体好了不少 她把袁宝宝接了过去 抱在怀里 看到小丫头精神头不错 脸上的笑容更加慈祥 咱家宝宝可是外祖母的小心肝 可有宝宝喜欢的 买了好几件呢 柳如烟把买的东西拿出来 老夫人点了点袁宝宝的鼻子 宝宝喜欢吗 稀饭 超级稀饭 刚刚那个人是谁啊 小丫头的眼睛 还看着那个男孩子 宝宝 这是你二表哥 你的哥哥哦 此时刘老夫人坐在椅子上 袁宝宝就在她怀里 刘景荣第一次看到袁宝宝的样子 这是妹妹吗 好漂亮 小家伙都惊呆了 袁宝宝现在虽然还不到四个月 但小脸蛋胖嘟嘟白嫩嫩的 眼睛又大又有神 精致的像是年华里走出来娃娃 不管是大人小孩 看到了就没有不喜欢的 刘景荣早就把刚刚的不快忘了 看到这么漂亮的小团子 她正开顾兮兮的手 蹭蹭蹭的跑了过来 只能看 不能动手哦 刘老夫人看了小孙子一眼 景荣这孩子还是不错的 不过是被看娘给带坏了 这就是妹妹嘛 好可爱 为什么要叫赔钱货 刘景荣一脸苦恼的问道 老夫人又狠狠瞪了顾兮兮一眼 晚点她要和儿子说一声 让她好好管管自己家婆娘 以后管好这张嘴巴 莫说是对自己家的孩子了 就是对外面的人 也不能这么说 你听谁说的 妹妹可是咱们家的宝贝 老夫人捏了捏袁宝宝的小手 这小手若乎乎的 摸着真舒服 袁宝宝听到外祖母的话 心里极为舒爽 她好奇地打亮了眼前的小男孩 再看看不远处站着的女人 两条小眉毛紧紧地皱了起来 不对呀 柳如烟听到女儿这话 暗暗竖起了耳朵 什么不对 难道是刘景荣有问题 老夫人原本神色慵懒的倚仗 此时也不禁坐直了身子 她低头看向袁宝宝 却见她的眼睛 不住地在顾兮兮和刘景荣身上转悠 忙得不得了 刘老夫人心都高高地提了起来 可袁宝宝却迟失眉声音 这真的是二舅妈的儿子吗 两人之间居然没有母子像 看了许久 袁宝宝都有点梦了 因为她本来就是炮灰 书里对于外祖家的事 记录的也不多 并没有说过孩子不对的事 但她观察了好几次 确定自己没看错 如果能看到二舅舅就好了 小丫头心里感慨 她也很好奇 为何二舅妈会养一个 没亲缘关系的孩子 刘老夫人心里一颤 她不敢相信地盯着刘景荣 然后看看顾兮兮 再想想二儿子的长相 心里咯噔一下 其实 以往她也听人说过 景荣长得不像他们柳家人 可这孩子是她看着出生的 顾兮兮虽然偶尔的会闹小兴子 人品还是不错的 不是那种会出去乱来的人 孩子不可能出错 可袁宝宝的话 虽然小丫头过来的时间不长 但刘老夫人知道 她的小外孙女 是真有几分本事 那刘景荣这孩子 的确有问题 二儿子现在在哪 无论如何 都要让他们尽快回家 更让他吃惊的是 刚刚他有观察过 儿媳妇的神色 见他面色如常 那说明 而媳妇听不到宝宝的心声 有点奇怪了 等到袁宝宝睡了之后 刘老夫人和柳如烟 凑在一起商量起来 如烟 难道景荣真的不是咱们柳家的孩子 想到这可能 老夫人心里就憋得慌 她一共就只有两个孙子 一个孙女 这三个孩子 自小就疼得和眼珠子一样 当初顾兮兮生产 她就在外面守了两天一夜 怎么可能弄错 娘 宝宝的话不会有错 柳如烟也是面色沉重 若不是女儿新生 她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 孩子会弄错了 依照我的判断 宝宝不但知道 未来可能发生的事 甚至可以推演 不过宝宝年龄太小了 每次推演 都会累得睡好几天 想到刚刚女儿忽然就睡了过去 柳如烟更加心疼 若我没看错 刚刚宝宝就是动用了推演之术 累晕了 也不知道这次要睡多久 女儿这么小 就要操心家里的事 柳如烟心疼万分 那该怎么办 可有办法帮她吗 柳老夫人担忧极了 她恨不得替袁宝宝难受 让她多睡觉就好了 毕竟那个太动脑子 柳如烟 我现在心里乱得很 如果景荣不是咱家的孩子 那真正的孩子在哪 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如何 当初两个孩子是怎么换的 哎 现在我也没别的想法 只希望那孩子活得好好的就行 想到自家的孙子 还不知道在哪受苦 柳老夫人心如刀割 不管当初孩子是怎么被换的 那人肯定不安好心 她的孙子还不知道在哪受罪呢 娘 幸好有宝宝在 柳老夫人也是一脸的庆幸 若不是有袁宝宝在 她现在整天有气无力的 还在床上等死呢 也不会知道孙子被人换了 以后老爷子要惨死 娘 你就没怀疑宝宝想错了吗 柳如烟心下疑惑 宝宝毕竟还是个小婴儿 柳老夫人白了女儿一眼 一望我就觉得有点怪 不过只以为 景荣更多的可能像是顾家的人 再说了 宝宝怎么可能有错 听到老夫人这么相信自己的女儿 柳如烟觉得挺好笑的 一群大人却要听一个奶娃娃的心声 怎么回事 柳老爷子回来 只听说家里出事了 把她吓了一跳 看到老夫人没事 她才放下心来 吓死我了 到底啥事 柳如烟和柳老夫人对视了一眼 还是老夫人开口说了一遍 不可能 老爷子不太相信 景荣那孩子 可是我看着长大的 怎么可能不是咱们家的 是不是弄错了 老夫人给了她一个大白眼 是宝宝说的 你觉得可能有错 我以前让人把老大老二都喊回来了 老夫人更加担忧 她担心还会有什么别的事 可 柳老爷子想起元宝宝的特殊 她心里也不确定了 哎 你就别纠结了 现在我们该想的 应该是尽快把人给找回来才是 柳老夫人都担心死了 她的官孙子也不知道在哪 我知道 可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怎么找 他们都从京城跑到这里 府里的下人 留下的也不多 这个 算了 还是先不要找了 万一惊动了当初换孩子的人 她的孩子不利怎么办 柳老夫人也是愁容满面的 这是还没和顾兮兮说呢 顾兮说了 人家也未必相信 那可是她的宝贝疙瘩 顾兮兮有多宠爱这个儿子 他们看得清楚 元宝宝足足睡了一天 再次醒来 还是被恶醒的 她打个哈欠 看来以后还是不能动推眼啊 这小生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宝宝 你可终于醒了 柳如烟一直都在担心 期间还让大夫过来看了 说只是睡着了 她才放心 元宝宝吃饱后 看着娘亲漂亮的脸蛋 开心的抬起小脚丫 娘亲好漂亮 跌跌好眼瞎 放着这么漂亮的娘亲不喜欢 却喜欢那个新鸡女 柳如烟 女儿 你没必要一直想这事 娘已经后悔嫁给翼王那个睁眼瞎了 远在京城的翼王打个寒颤 书房里 气氛低沉 柳婉瑶跪在地上 单薄的衣衫 勘摊裹着胶躯 虽然勾勒出她窈窍的身躯 却也动得她瑟瑟发抖 她身边还跪着一个丫头 就是吓得浑身哆嗦的秋蓝 翼王沉默着 谁也不知道此时她在想什么 王爷 瑶瑶 房里太压抑了 柳婉瑶下的心都在颤抖 她不怕翼王发火 只担心翼王就这么不理她了 王爷 是瑶瑶的错 瑶瑶只是心里着急 自从瑶瑶生了月歌后 你都不怎么理会瑶瑶了 瑶瑶看着你那么喜欢宝宝 瑶瑶也想为你生了女儿啊 王爷 瑶瑶的身体已经恢复了 瑶瑶只是想 柳婉瑶说着呜呜呜哭着 两行青泪缓缓落下 如雨中浇花 楚楚可怜 分外惹人心疼 王爷 都怪奴婢 这事都是奴婢的主意 娘娘的身体才刚刚恢复 天天以泪洗面 她盼着王爷能过去一趟 奴婢是心有不忍 才偷偷在汤里下药的 丘兰主动说着 她记得刘婉瑶说的话 只要她认下来 她会尽力保下自己一条命 也会照顾好她的家人 你下药的 一王终于开口 抬眸看向丘兰 声音冰冷 丘兰急忙通膨通的磕头求饶 王爷 都怪奴婢自作主张 王爷 丘兰也是为了摇摇 求求你就饶过她这次吧 刘婉瑶急忙帮丫头求情 这是她从娘家带来的丫头 对她最是忠心 你想让本王饶过她 一王忽然起身 走到刘婉瑶面前 骨节分明的手指 挑起刘婉瑶的稍微圆润的下巴 稍稍用力 刘婉瑶 本王对你如何 你心知肚明 若不是那一次 本王不会把你接到府里 刘婉瑶下巴被挑起 眼中泪汪汪的 通红通红的 摇摇 知道该给你的体面 本王都给了 但不该肖想的东西 你最好还是老实点 有些事过犹不及 有些情都会被耗尽的 你就过本王 本王记得 但也绝对不是你在府里 胡作非为的底气 这次本王可以不计较 但若下一次 谢谢王爷 谢谢王爷 刘婉瑶急忙道谢 这次先躲过去再说 下一次 总有办法的 谢谢王爷 丘兰也急忙道谢 一王却是白白手 把这剑臂拉下去 重打五十大板 卖了吧 丘兰腿都软了 五十大板 根本就是不给他活路 王爷饶命啊 更何况 打完若是还活着 还要卖了 王爷 丘兰自小陪着妾身 一起长大 求求你饶了他这一次 刘婉瑶也是惊了 他没想到一王正生气 五十大板 随你处置吧 就在正院子里 众人观形 刘婉瑶脸上的血色 刷了一下退了干净 王爷这意思 这不是吃果果的 打他的脸吗 不过 不卖了就好 哎呀 大院子 丘兰惨叫声震震 王府上下 上百号人都围在院子里观看 这可是王爷的命令 一个都不能少 刘婉瑶站在最前面 他亲眼看着丘兰的屁股 被打得血肉模糊 地上的血慢慢汇聚 血腥味弥漫 四十九 五十 终于五十下结束了 刘婉瑶急忙让大夫上前 幸好这丫头命令 还留下一口气 抬走的时候 地上留下一条血印 长长的 鲜红鲜红的 王府的下人 都是一阵唏嘘 好恐怖 王爷已经很久 没发这么大的火了 回去的时候 众人还在窃窃私语着 刘全看着刘婉瑶惨白的脸 无奈地叹了口气 也就幸好 刘侧妃有救命之恩保身 要不然 这次估计完了 也不知道王妃娘娘怎么样了 如果王妃在 王爷会不会心情好点 刘婉瑶回到院子里 脸色黑沉 今天的事 一王就是在打她的脸 李大夫 给我用最好的药 务必保住她的命 这丘兰 可是替自己扛锅的 是 夫人 看着小丫头受伤严重 屁股都打烂了 这要是有名贵的药材 恢复起来也容易一些 夫人 有几位药比较难寻 估计王府的库房应该有 柳策飞说用最好的药 李大夫也不客气 行 拿着我的牌子 过去取吧 刘婉瑶把玉牌递给了秋菊 让她带着大夫去库房 秋兰现在还是清醒的 虽然浑身都疼得厉害 不过她心里却是暖暖的 感动得一塌糊涂 夫人 奴婢谢谢你 刘婉瑶眼中闪过一丝的不忍 秋兰 你就像是我的好姐妹一样 你放心好了 很快就会恢复的 又安慰了几句 秋菊忽然急匆匆的跑了回来 夫人 不好了 秋菊跑出来了一头热汗 上气不接下气的说道 刚刚奴婢去库房 可那边的人说 王爷已经下了命令 秋菊不敢继续说 他小心翼翼的看着自家主子 就担心主子发火 他家主子一向要强 要是让他知道王爷已经 秋菊不敢想主子的怒气 什么命令 刘婉瑶拳头紧握 一种不好的预感 在心底蔓延 他入府没多久 就把王府长家的权力抢了过来 过这一年多 虽然柳如烟是王妃 但日子过得真不如 他这个侧妃舒坦 王爷说 长家的权力 已经移交给了王妃 以后这府里的事 都是要王妃娘娘说了算 该死 一哥哥怎么可能这么对我 刘婉瑶生气的站了起来 王爷什么时候说的 先是当众把他的贴身丫头 让府里的下人围观 又把他长家的权力撤了 这让他以后怎么在府上行走 他就不要脸了吗 就刚刚 该死 我亲自过去 夫人 李大夫还在库房外等着呢 他要奴婢问问您 要不要换药方 秋菊说话的声音更低了 换什么换 不换 我就给秋菊用最好的药 这丫头可是为了他才被打的 如果自己不管 下人会怎么看他 刘婉瑶去库房交涉 那边管事态度坚决 库房的东西 想要什么都要找王妃 王妃同意了就行 王管事 可王妃现在不在府里 秋菊小声说着 王管事笑容灿烂 说出的话 却是滴水不漏的 那就等王妃回来再说 王管事 以前这府里 可都是我说了算 刘婉瑶气得胸膛剧烈起伏着 那王管事 依然笑容满面 柳策菲 你就别为难小的一个奴才了 这都是王妃的意思 要不然 你去求一下王妃 如果王妃发话 这库房的东西 随便你用刘婉瑶 这个时候 他怎么赶过去找王妃 无奈之下 他只能回家想办法 二夫人看到那药方 直接丢到一边 瑶瑶 你这是多此一举 秋兰那丫头 替你说过也是应该的 给他找大夫看看就不错了 用什么好药 你可知道 这一株人参 就要击败两银子 还有这个五托 也得击败两 有这银子 咱们能买多少丫头了 刘婉瑶一脸的尴尬 可是 娘 女儿都已经答应她了 没事 要熬好了 她知道里面都有什么 不过内情药 可是我好不容易买来的 花了足足一千两银子呢 没想到最后便宜了狗 想到一千两银子的药 为了狗 二人郁闷得差点吐血 娘 现在女儿该怎么办 一王他估计恨极了我 今天这事做得太冲动了 刘婉瑶陪了夫人又折兵 都后悔死了 笨 回去后 你伤心过度 肚子疼 二夫人折指他的幼腹 冷笑道 这当初可是为了就王爷受伤的 我就不相信他不会心软 女儿 趁年内见人不在 你这肚子一定要争气点 对了 这是我才找到的偏方 连着吃十天 一定能生的女儿 二夫人信心满满 柳如烟他们估计待不了几天 你这边可要抓紧了 刘婉瑶接过药方 死死的钻在手里 他的手指关节都微微发白 怀着女儿 他一定可以的 一王要还不碰他 实在不行 他就只能 刘景荣再次看到袁宝宝 又兴奋的跑了过来 小孩子都喜欢美好的东西 一开始他也讨厌袁宝宝 只是见到之后 他实在是讨厌不来 顾兮兮看到儿子如同赖皮狗一样 赖在柳如烟的身边 艳色不悦 不就是一个女儿吗 哼 长大了 早晚都要嫁人 说到底还不说一个赔钱货 景荣 过来 顾兮兮摆着一张脸 昨天见面 就被老夫人训斥 落了她的脸 她都不想见这个出了家的妹妹 柳如烟看到她 想起女儿的话 觉得二嫂有点可怜 若是她知道 景荣不是她亲生的 也不知道她能不能受得了 娘 我想和妹妹玩 刘景荣不想离开 顾兮兮面色一冷 你妹妹太小 等她大一点你们再玩 哎 两人是毫无关系啊 也不知道谁这么可恶 居然会换孩子 袁宝宝再次看了一眼 无声的叹息 太可怜了 她的小表哥在那 等二舅舅过来 她就算是昏睡 也要好好推算一下 那人应该是死敌吧 柳如烟心里一惊 以前爹爹在朝中为官 一向与人为善 应该没深仇大恨 但看她不顺眼的人还是有的 只不过 事情都过去四五年了 想要查出来就不容易 路远处的刘老爷子和老夫人 也是暗自心惊 刚刚看到顾兮兮领着孩子过去 他们并没有阻止 也想知道 袁宝宝那会不会有别的消息 哎 只能等舅舅来了再说了 小丫头眉头紧皱 柳如烟看得心疼 宝宝 你看这花花漂亮吗 后花园还是不错的 此时差紫烟红的 美不胜收 那边还有一个池塘 宝宝 里面还有娘亲最喜欢的鱼儿呢 袁宝宝眼睛亮了起来 她伸出小手指着池塘的方向 好 娘这就带你过去看鱼 柳如烟抱着孩子走了 刘景荣也吵着要去 娘 我也要去看鱼 你不是不喜欢鱼吗 顾兮兮又扭了儿子的耳朵一下 这孩子越来越任性了 我现在喜欢了 小家伙养着脑袋 胖嘟嘟的小脸上 一脸的执着 走吧 你会让丫头准备点鱼时 袁宝宝看着河塘里的鱼儿 吞了吞口水 这鱼好肥 看起来好好吃 只可惜她还是太小了 还什么都不能吃 要不然 她不介意抓一条尝尝 宝宝 你看这几条 都是娘以前养大的 柳如烟笑着介绍着 袁宝宝心里暗自盘算 看着好看 味道肯定也不错 等下次过来 抓起来烤烤吃了 原本还在如鼠家 真的柳如烟 抱起袁宝宝就跑 可不能让这小丫头记住了 万一以后真抓来吃了 她还不心疼死 顾兮兮他们过来的时候 正好看到那匆匆离开的背影 娘 他们不是叫看鱼吗 怎么跑了 小家伙不明白这啥意思 顾兮兮皮笑肉不笑的道 谁知道呢 估计有别的什么事吧 柳家二少爷是晚上回来的 此关后 他们都开始做生意 两人都是有本事的人 手里的铺子发展得不错 都很赚钱 娘 我听说妹妹回来了 虽然走得比较急 可柳浩然也没忘记 家里多了一个小孩子 买了好几个小玩意 其中有一个镶金的波浪鼓 看起来金色的 分外好看 袁宝宝一看就喜欢上了 小手伸着 柳浩然笑着把波浪鼓递了过去 漂亮吧 我就知道你一定喜欢 二舅舅好好 稀反而 柳浩然忽然听到陌生孩子说话的声音 面色一变 她狐疑地转过头去 就看到自家儿子一脸委屈的样子 可刚刚的声音 不是她儿子的 是个小姑娘 而且 那小姑娘还说是二舅舅 难道 看着乖巧的拿着波浪鼓晃着的小丫头 柳浩然心里惊讶 脸上却尽力平静 天啊 她居然听到外甥女的心声 这简直不要太惊人 可惜不是纯金的 只是包了一层 不过也很值钱的 这手艺可不简单 袁宝宝心里嘀咕着 柳浩然更加惊奇 她这个小外甥女不简单 只看了一眼就知道是包金 厉害了 有点奇怪 二舅舅和她居然有点关系 很淡很淡 这真的是熟人作案吧 袁宝宝可没忘记证实 她很认真地看着二舅舅 听到宝宝又提起孩子的事 几个人都竖起耳朵 二舅舅子女工黑沉 说明子思过得不好 中间微微透红 不好啊 小表哥最近有性命之忧啊 柳浩然彻底惊呆了 刚刚她听到什么 小表哥 袁宝宝说的是警隆 还说过得不好 她转头再次看了一眼 委屈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儿子 胖嘟嘟的小家伙 自小就没吃过苦 特别是顾兮兮 对儿子宠溺的不得了 含在嘴里怕话了 捅在手里怕摔了 在家里更是被宠得像是个小霸王 怎么可能过得不好 至于雪光之灾 就更不可能了 这孩子一直在大人身边 伺候的人都有好几个 如烟 我 柳浩然张张嘴 想要问个明白 刘老爷子却狠狠瞪了她一眼 跟我出来一趟 柳浩然还想不明白刚刚的事 不过看她爹面色不悦 她还是聪明的闭嘴了 晚点单独问问妹妹也行 能听到小外甥女的心声是很惊奇 但她也不能诅咒自己儿子 书房里 房门紧闭 外面还有下人守着 听到来龙去脉 柳浩然两眼瞪大 人早就呆了 爹 这 不可能吧 景隆不是她的亲生儿子 她怎么可能相信 再想想刚刚袁宝宝的话 她 就觉得很荒诞 袁宝宝是有点特别 柳浩然停顿了一下 想组织一下语言 可 景隆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她绝对是我的儿子 不会出错的 顾兮兮也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 一定是宝宝弄错了 她再次重复着 像是在说服自己 刘老爷子也知道 儿子一时之间难以接受 她重重地叹了口气 宝宝和普通人不同 你知道京城最近出了两件大事吗 李不上书忽然发现 媳妇和大舅哥偷情 三个儿子都不是他的 后来在一个偏远的山村 找到了亲生的儿子和孙子 幼乡 贪污灾淫 那一派被拔出来十几个大臣 几乎全都抄家灭族 一直到现在 事情都没落幕 京城很多人都人人自危 刘浩然不是傻子 她张张嘴 嘴唇都微微颤抖着 爹 你不会是想和我说 这都是宝宝的手笔吧 刘老爷子艰难地点点头 你娘身体不好 大夫都说了 最多只有三个月可活 是宝宝发现 被子里有吸血虫救了你娘 你难道没发现 这次你娘的气色好多了 刘浩然沉默了 这知道你很难接受 浩然 你想想 这孩子一直在咱们眼皮底下 都被人换了 这说明了什么 人家是有备而来 我也知道你舍不得景龙 可那个孩子才是你亲生骨肉 现在他有危险 甚至可能危及生命 那才是你儿子 景龙享受着咱们家的荣华富贵 可你的亲生儿子却 刘老爷子眼睛湿润 他仰起头 努力不让眼泪落下 刘浩然钻了钻拳头 想到爹爹说的那个可能 他心如刀割 我爹 可我们去哪找 五年了 已经过去了五年 他的亲生儿子被人带到了哪 听听宝宝的意思吧 咱们现在还不能贸然行动 万一被对方发觉 爹担心他们会要了孩子的命 刘浩然眼睛血红 他没想到 自己宠爱的儿子 居然是别人家的 要是让他知道这人是谁 他一定要将对方抽皮扒金 错骨扬灰 我还是要出去看看 总感觉小表哥离得我不远 不远处的屋子里 远宝宝还在想事呢 以前不知道也就罢了 现在他人都过来了 一定要救小表哥 简陋的院子里 杂物堆了一地 角落里孩子的哭声凄惨 一个瘦骨鳞循的小男孩 蜷缩在地上 脸上刚刚被打出来的伤口 还滋滋滋的往外身着掀血 他的身上 衣服都被抽烂了 边很密密麻麻的 有的地方血肉外翻 看起来触目惊心 一个中年男子 手里拿着鞭子 狠狠地甩了过来 你这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你想和他们说什么 求救吗 你不想想你是什么东西 人家给你点银子 你以为人家就是菩萨了 早知道你怎么不安心 当初就应该扒了你的皮 男孩听到这话 身体颤抖的更厉害了 他紧紧地咬着牙 一个字都不敢吭声 当家的 算了吧 也不知道打了多久 一个中年女人走了过来 眼神鼻的扫过小男孩 打死了 咱们就白咬了 他这么大了 他这身体够小的 也挺软 等等可以表演那个 女人说着妩媚的一笑 指了指不远处的一个小盘子 男人放下鞭子 打亮了男孩一眼 说的也是 两人都走后 小猴子悄悄跑了过来 他抬起手 看向不远处的房子 里面有米饭的香味袭来 他的肚子饿得咕咕地叫着 今天应该没有饭吃了吧 又是饿肚子的一天 他们这个爹爹心太狠了 他害怕哪天睁开眼 也变成了小猴子 他还记得两年前 原本还有个弟弟的 可忽然有一天醒来 弟弟就不见了 而他家里 多了一只无精打采的小猴子 贪主爹爹不在的时候 小猴子抱着他无声地哭着 那时候 他终于确定 原来这猴子是消失的弟弟 没吃饭吗 用点力 用力一踹 一脚踹到男孩的心窝上 本就瘦弱的男孩跌到地上 女人走了过来 抬脚压到男孩脸上 小石头 你说你能干什么 养你 还真不如养一条狗呢 别装死 地上的水 给我舔干净 少一滴 明天就把你也做成猴子 男孩下了身子抖得更厉害了 女人的脚用力踩了踩 看到男孩疼得脸色发白 他才哈哈大笑 还真是个贱货 怪不得一出生 你爹娘就不要你了 一桶钱 你可是我们用一桶钱买来的 哈哈 长阳距离京城不算太远 这边土地肥沃 经济富饶 城里的有钱人不少 各种杂耍班子也零零总总的 有时候一天都能遇到两三个 有的是妇女卖艺 有的养小动物丸杂耍 还有一些是残疾孩子半可怜 长阳河畔 贪主看着围观过来的人不少 脸上都笑出了花 他的招牌小猴子 此时更是卖力地表演着 小猴子的头上 带着两朵大红花 场地里摆了十几个火圈 小猴子熟练地跳跃着 灵巧的身体 搞怪的动作 赢得了众人的喝彩 和他配合的小男孩 脸颊发红 手里拿着锣 围着人群走着 很多人都丢下赏钱 与前几天相比 他脸上伤痕更多了 原本就瘸了一条腿的孩子 此时走路更加盘跚 摇摇晃晃的 似乎随时都能晕倒 贪主看到他这样子 面色不悦 手里的鞭子 啪 眼色更红 他尽力加快脚步 可本就发烧的他 此时感觉头重脚轻 脑子也晕晕糊糊的 忽然 一只小胖手 抓住了男孩 瘦削的吓人的胳膊 男孩正愣了一下 跟在不远处的摊主 急忙拿着鞭子跑了过来 想要吗 拉住男孩的是一个小胖子 他的手里 攥着满满的一把铜钱 看到男孩眼珠子亮了亮 小胖子恶意的一笑 然后抬起手 用力地把手里的铜钱 丢到场地里 铜钱在空中散开 落得到处都是 小胖子再次伸手 从身边陪同的小四手里 又抓了一把 再次丢了出去 他就这么反复丢了四五次 脸上笑容更加邪恶 摊主陪笑着开口 谢谢小公子赏赐 小胖子却是一台手 肥多多的小手指着瘦削的小男孩 给我跪下 爬着 一枚一枚地捡起来 记住 要和狗一样 捡一枚学一次狗叫 这些铜钱就全是你的了 哈哈 小胖子开心地大笑起来 小男孩低垂着小脑袋 枯黄的头发 如同他的小脸一样 失去了光泽 摊主看看地上厚厚的一层铜钱 这足足有几百枚了 可不是个小数字 小石头 还不快点捡 摊主面色一冷 双目狠狠地盯着小男孩 男孩小心地弯下腰 放下手里的锣 刚要蹲下 耳边忽然传来小胖子不耐烦的声音 快点 磨蹭什么 摊主眼看客人 要发火 抬起脚 对着小石头的后背就是一脚 小石头扑通一声 跌倒在地上 小脸贴着地 跌了狗啃泥 快点 摊主大声催促着 小石头咬咬牙 好不容易跪下 小手颤抖地捡起一枚铜钱 放到不远处的铜锣里 还没学狗叫呢 看着小石头的滑稽的样子 小胖子开心地拍着小手 大声叫嚣道 啊 只可惜 小石头不会说话 它能发出的 就只有简单的压压声 我让你学狗叫 小胖子原脸上满是不满 摊主一看 客人都要生气了 上前又踹了小石头一脚 恶狠狠地骂道 公子让你学狗叫了 你没听到 小石头张张嘴 艰难地喊着 可出口的声音 就只有简单的压压声 最近两天 袁宝宝都会出来逛街 柳如烟和二舅舅带着他 几乎逛遍了 长阳城里所有热闹的地方 今天出来的时候 刘景荣也要跟着一起 顾兮兮最宝贝儿子 自然也要陪着 只不过小孩子比较喜欢玩 出来还没多久 刘景荣就跑没了影 有顾兮兮陪着 刘昊然也不担心 儿子被人换了的是 他还没告诉媳妇 他想等有了确切的消息以后 再和他说 他担心媳妇受不了 毕竟依着他对儿子的疼爱 若知道景荣不是他亲生的 还不知道要怎么闹呢 袁宝宝着急小表哥的事 也试过好几次推演 可他不知道最近怎么回事 伤人一想 脑瓜子都疼 难道是因为和自己有关的事 都不能算 那边又有玩杂耍的 不远处的河边又围满了人 绿罗笑着指了指 还是那天咱看到的地方 不知道是不是上次的人 夫人 上次那小猴子还真聪明 能不聪明吗 人变的 袁宝宝默默补充了一句 柳如烟心里震惊 小猴子是人变的 怎么变的 刘昊然也是惊呆了 他还是第一次听说 人可以变成猴子的 宝宝 舅舅带你去看看 说话间 他抱着袁宝宝就挤了进去 不行 不像 我要你学狗叫 学狗叫你都不会吗 几个人刚进去 就听到小胖子 嚣张的叫喊声 快点 没听到公子说的吗 快点叫 贪主抬脚又踢了上去 刘昊然听到熟悉的声音